到了年底后不少时尚活动开始举行盛典 当红明星们几乎是连轴转不停参加这些活动以刷足自己在时尚圈的存在感 在前些天的巴刹此善业GQ年度盛典之后 LV品牌大秀如期而至 与前面两场明星自由发挥穿搭不同的是这一场秀式品牌时尚秀 这也意味着所有明星都要穿着该品牌的服装 只不过明星的时尚表现力本来就有所差距 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自然不同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场LV红毯秀上绝大部分女明星的造型都翻车了 85、90花旦组,有好有坏,全看状态 这一次参加品牌秀的85到90花旦并不多 毕竟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属于95后和00后的时代 刘亦菲算是这场大秀中少数看起来穿的比较正常的女星 白色西装加上阔腿裤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大气 不愧是品牌代言人 同样是85后女星的金晨这一套衣服就有点惨了 蓝色的裙子上是奇奇怪怪的图案 再加上靴子也是特别奇怪的造型 这让原本就很瘦的金晨显得更瘦了 但考虑到这个品牌基本上只会请当红明星 今晚来的花旦基本上是大牌 其中包括85后的刘亦菲 金晨以及90后中的迪丽热巴 周冬宇等人 迪丽热巴最近忙 几乎参加了大部分时尚活动 只是这一次她不能自由发挥穿礼服 穿上品牌的衣服后看起来像一个男孩子 为了配合这套衣服 迪丽热巴特地披头散发 最后呈现的效果就是撞联已经去世的外国男星迈克尔杰克逊 周冬宇这一套裙子也是以言难尽 原本她就是属于比较瘦的那一类 可这一身直接把身上所有缺点暴露了 甚至还显得人个子不高